观众朋友好,我是郑喜文,我是陈伯任。 十分猫咪五年精准预测五十人死亡,一只小猫Oscar在五年间成功预测了五十件病例。 他在一家疗养员似乎在陪病人走最后一层。 五年前Oscar来到一家疗养员,一年后那里的人员发现每次病人死亡时,总会看到猫的身影。 几个小时前,他会静静地来到病房,陪在快要去世的病人旁边安慰他。 如果病房门是关着,他也会抓门要求进入。 哦,肚子好痛哦。 Oscar,是你吗?在这里,在。 哦,这么乖的猫咪,你好吗? 哦,你看看啊。 现在如果疗养员看到他来到病房逗留,就知道应该通知家属的时候了。 有一个例子证明Oscar的能力。 医生诊断早了十个小时,那晚Oscar再进入病房,两个小时后,病人试试。 大多病房家属其实很感谢Oscar,能够再见家人最后一面。 有人认为Oscar来到病人的身边告诉他们,你世界的时间快到了,特别令人安心。 今年是虎年,虎是今年的主角。 俗话说,老虎的屁股摸不得。 而今年春节,不少到长州天城野生动物世界游玩的游客,竟然都摸到了老虎的屁股。 今年,这个动物园让游客和老虎零距离接触,用这个游戏吸引了大批的游客。 在只有五天内,动物园就已经一共接待了四万左右的游客。 在这个动物园里,一只一岁多的白老虎最受欢迎。 在训兽师的指导下,一些大胆的游客战战兢兢地摸起了老虎的屁股。 而这只老虎也像一只猫咪一样,眯着眼睛任凭游客的抚摸。 对不起,这是摸老虎屁股的地方吗? 是。 哦,要多少钱? 我们已经关了,今天再来吧。 不会吧,然后你一块,一块,二十,二十块。 我要你明天再来吧,我们已经关了,我们已经关了,我们已经关了。 游客除了能跟老虎亲密接触拍虎朝晚,春节期间,游客还可自己开车深入森林,探险虎穴,看老虎,拍梦虎,喂寻虎,观看各种老虎的全生态战事。 游客还可能看得到难得一见的老虎下水捕食瞬间。 听起来真是太过瘾了,我们今天的广报就到这里了。 谢谢您收看,下次再见。